大家好,歡迎回到萬聯花新台,繼續在水哥講播 又打和一場,今場和班尼茅夫打和2比2 看回已經是聯賽連續四場不勝,這四場只一共拿到3分 什麼前四那些現在就想都不要想,更深的是,看看現在走勢 最後會不會衰到甚至連歐洲賽都完全沒得打呢? 或者會不會打破萬聯在英超的聯賽榜最終排名最差紀錄呢? 目前看 如果現在這麼壞的狀態和表現繼續的話,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今天又說回這場,標題我寫全無贏球的希望 我想指出的一點就是,看看紀錄 下半場我們對萬聯,撇除Buno那位人家送的死球12碼之外 我們,是要去到88分鐘 下半場才是首次有阿瑪射出一個3球的射門 而且射到TASIQ,離看你了 根本就完全沒有對對方的大門造成威脅 即是,下半場除了別人送的12碼之外 萬聯是連一次真正威脅對方大門的射門都沒有 這些不是叫全無贏球希望,是什麼? 喂!我們現在對球都衰到 連進攻真正做到對手威脅的能力都少之由少 說的是聯賽最後直路 要盡量爭取較前排名的時候 但對球依然一盤散沙,毫無張發 跟近批子今季很多比賽都一樣 除了一個亂字 就好難再給其他評價比現在這隊萬聯 下半場要攻要攻要爭取勝利的時候 我們完全看不到這隊球會有什麼贏球的希望 最後還差點又來一個送給對手絕殺12碼 幸好還回到禁區之外 最後才補住1分 今場,沒錯小將中堅金華拉 他有個人犯錯 但我不會將責任推在一個人身上 而是,整隊現在根本極有問題 其實我近幾場包括這場 我越看越聞到 好像兩年前,蘭Sir做看守令到最後一段味道 其實都幾次,對球士氣已經沒有了 比賽踢落更加好像贏不贏都無所謂 似乎好像已經預期夏天有大變動 對球整隊已經提前散了 現在就是好有兩年前那種感覺 對了,貴美還剩下的比賽就不多 現在做漫威都是捱,要捱這些垃圾球 不看又不是,但看又看到 要不就一肚火,要不就悶到不知對球做什麼 真的非常無人 好了,今天又講一下比賽的重點 關於蠻龍的戰術 今場同樣我都會講,不知道踢什麼 都很難分析 究竟有什麼戰術可言呢? 大家如果看得透這隊蠻龍的話 或者知道坦克,現在究竟是做什麼的話 麻煩就留言指教一下 我自己就真是 看不清現在這隊蠻龍拳鞋一盤散沙之外 還看到什麼出來 對了,蠻龍拳鞋罵就沒什麼好說之外 其實要罵的東西都罵了 都已經需要罵無可罵 這裡有關於對手的戰術 其實人家真是鮮明很多 首先第一樣 班尼茅夫這場很明顯有佈置陷阱 是針對美奴在後場背身接球馬上 可以看看這些圖 尤其雙半場 對手明顯已經一早部署好 知道曼聯會由奧娜娜開始用球 他們不會搶奧娜娜 會特意被你傳 即是會放兩個人去看我們兩個中堅 以及會特意留一條路 讓美奴回後接 但是,假如奧娜娜一出腳 對手一早埋伏好跟美奴的球員 就會立即全速去搶 是很明顯地等這個傳球 要針對性的迫搶 都好幾次 上半場的組段尤其是 是幾次見到美奴都好牙煙 是差一點被人搶的那一款 這些場景 在看的時候 我就想起上季第二場 我們大敗給奔福特那一場 阿利神被人針對背身接球的情況 是預出一切 同樣的情況 同樣的危險 一再重複被對手針對性部署去搶 但馬輪這邊似乎這麼久以來 好像都沒有準備應對 好像都是靠球員本身的能力 即是美奴的能力 行就行 不行的話被人搶的就麻煩 我就覺得 是不是可以預早準備好這些Plan B或PC呢 一旦看到對方特意搶美奴 就可以轉一轉踢法 而不是一而再 再而三個冒險 今場好幸是美奴夠能力 沒有出事 但這些高維的踢法 而且對手明顯一早有針對性的部署 我認為 坦克或者可以準備得好些 再跟著 繼續說 本尼馬虎今場幾有效的部署 就是很會利用我們右閘和右中間之間的空間 在這個位置拿到很多甜頭 甚至他們入的第二球 都是贏了這個空間 又是覺得對手今場真的部署得好 今場後防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用 對手應該都是一早猜到 我們繼續會右閘達洛志 和右中間金華拉 所以就會針對性攻這邊 因為達洛志本身就是防守不如進攻 以及戰術上進攻的時候他要內收 攻守轉換的時候 一出一入他就可能發不及自己本身的右閘位 二來右中間繼續用金華拉 明顯就是一定經驗不足夠 在看球那陣子我真的覺得 對手就是利用我們這一則 防守力較弱的這一邊 是的確利用得不錯 好幾球 都是上半場 其實對手打到1-2 這邊就會穿 對方的全球和走位入攝會時機都捉得很好 不用什麼好強的技巧 就是練得熟 合得好 今場球尤其是上半場 已經打爆了我們這一則 用第二個塞波來做例子 就是這一則 利用我們右閘和右中間之間的空檔 有個尷尬位 大陸紙以為金華拉會上 金華拉又以為大陸紙會看實 還有加拿族也在前面沒有看到身後 就是這樣 對手一腳傳到尷尬位 空了幾秒就被人帶進去射入 真的 在看的時候我都心想 這樣空了被人射入? 自己禁區入面 空了整個位 被人慢慢接實再帶入射入 濕波容易得太過分 這球 除了曼聯自己後防五回之外 都會贊回對手針對性功這邊選擇得好 這一邊我們的防守 金牌真是差 真是 對手班尼茅夫金牌的戰術部署上 我個人真的覺得是完勝萬聯 人家部署得更有針對性 組織和走位都更純熟 是比我們好 真是無奈地我自己看球 就好像是看人家如何成功打爆曼聯 想起來都很悲哀 接著連帶 當然都是獨立說金華拉 剛才說了第二個濕波 很明顯是被對手利用了防守區域的中間位 我們幾個球員誤會之下 給了別人空間 這球是一個團隊性的責任 但第一個濕波 第一球真的輸金華拉一個 單對單被蘇蘭基KO 這球真的要入他的數 先說明 我不是要批鬥他 也不是把這場贏不到 好推在他身上 這裏我只是想說回 究竟這球金華拉錯在哪 以及本身用年輕人 特別是中堅位 早就預料要交學費 這球正面面對蘇蘭基 我覺得有多些經驗的中堅應該都會知道 要麼就貼到實 不讓對手做動作 要麼就推多兩步 讓對手做動作的時候 自己都有時間做正確的反應 但金華拉雖在不上不下 又不是貼身 又拉得不夠遠 等於給了一個最佳距離 給蘇蘭基做動作 人家這球不扭你都不好意思 仰一仰 金華拉失了重心就拜拜 扭完之後輕鬆地空射入 說真的這球 對一個英超級別的比賽來講 金華拉這球完全失敗 這球無可否認真是輸他 其實真的 有信心的話就上去貼到實 或者沒有板開的話就推多幾步 等隊友回來幫忙夾都可以 但金華拉做了一個最錯的選擇 這球真的輸他了 不過還是說回來 仍然很年輕 這球就當交學費 但之後這球看起來 好像是有少少影響了金華拉的心態 尾段最後保持還欠一些 還欠野書十二碼 幸好看回禁區之外 今天在這裡都要講 我們中堅繼續傷勢 來後如無意外繼續要出金華拉 今場他都幾多犯錯 希望他學到東西 之後要有所改善 接著想講講這個賽後 我看到有些爭議的話題 就是半場換走加拿組 見有人批評這個換人 而加拿組更加有自己給like 好像加拿組本人都幾不拒 這個半場就換走他 看回我覺得以今句表現來說 如果不是因為體力 傷患或者特定戰術問題的話 那就真的要換到換走福哥先吧 喂 今季講表現、講勤力、講回防 講對球隊的整體貢獻 加拿組有哪一種比福哥好呢 還要換阿密 進來打右路 留加拿組給他打左路都一樣可以 又真的 好像抽起加拿組而留福哥 我自己看法都比較不合理 當然加拿組上半場是真的沒有什麼表現 但福哥又何嘗米呢 給我的話 半場要二選一換走 我就選擇換走福哥 明眼人都看到 今季誰更有火踢球 另外關於換人的問題 我還是繼續有疑問 今場下半場我們就是要追 但正如片頭所說 下半場曼亂連找射門都沒有 為何不早點按制換人呢 其實後備直 後防就說沒有人換 但中前場就不是沒有人 曼智今場又是擺到80分鐘才換 而阿力神就繼續做吉祥物 其實是不是應該 在聯賽最後直路要搶分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下半場見不對路 就早點再換呢 今場除了半場換阿蜜之外 在60分鐘和75分鐘這兩個折點 都沒有再動 之後要差不多80分鐘才再換萬字 又會進來搏幾個就完場了 其實 坦坦的換人 由上季都是給大家有疑問的 好在上季成績見得下人 但今季看得那麼差 又換人換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真是想問 如果令到臨場換人完全給不到變化 完全改變不到戰局的話 臨場站在這就沒什麼用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這個說法 可以留個言一起聊 對了,今場就講到這裡 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留言和SHARE 之前我可以加上Patreon專區 最新今月的會員片 是關萬鈴的防守放題 Link就放在下面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